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108課綱 你們今年叫108課綱 108課綱這個新編的這個叫 物理,高中物理 它分幾個章節,我們先欣賞一下 第一章,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第二章,物質的組成和交互作用 你們第一次段考呢,考一二章 另外加考第三章,3-2 第三章是物體的運動,牛頓運動定律 他加考3-2是對的,因為3-2是重點科目 重點章節,牛頓運動定律 牛頓你知道是一個人嗎?知道齁 太好了,那我們就直接來講3-2 因為最重要就是他 你至少如果第一次段考,可以把這個弄好 你至少先拿30分 他絕對是重點科目 那3-2按照你們這個教材的編排 他有分第一個重點,運動的描述 會以速度加速度 老師喜歡講之前,先讓你見數又見0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你看看他在哪邊 3-2他分 第二個重點,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慣性,慣性有聽過齁 有齁,有沒有對他很了解 不太清楚,沒有關係 這個重要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很重要 第一個重要,這就是第二個重點 第一運動定律 再來,這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 在這裡,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運動定律,這重要 我就先幫你打勾 這絕對是五顆星 這個不用說了 這五顆星的五顆星 再來,第四個重點 生活中 生活中常見的律 這個大概 兩顆星 再來 第 第五個重點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這個也是重點 所以五顆星 後面還有沒有 三之二 後來 沒了 就進到三之三 天體運動了 所以接下來 我會很快 幫你濃縮再濃縮 三之二 牛頓運動定律的所有重點 我 把它都濃縮在十分鐘之內 講這所有的重點 你注意聽 把它理解一下 第一個 它的第一個重點就是在講 位移 速度 加速度 位移 聽這個名字 就是位置 的移動 對不對 所以位移 它簡單的說 它就會用坐標去表示你的位置 那怎麼代表你的移動呢 如果你是在這個速限上 你的移動 就可能是從左邊移到右邊 或從右邊移到左邊 對不對 這樣的話 我怎麼算位移呢 你看這裡的重點 我幫你圈起來 位移就是他們兩個 坐標的相減 再講一次 位移就是他坐標的相減 如果 他是從 從 X移到X0 也就是從這邊 從這邊移到這邊 為什麼 因為他出位置在X0 0就是代表 時間是等於0 對不對 表示一開始在這個位置 後來的位置在這裡 我們位移是用後來的位置 減掉原來的位置 講完了 我直接幫你寫喔 位移是後 減前 我寫很大喔 這是重點喔 對啊 所以有可能減出來是負的 有可能是負的 負的話 表示 他移動的方向是往左還是往右 想一下 如果減出來是負的 是往左還是往右 往左 對 喔 如果正的話 就是往右 負的話就是往左 就這樣 重點就是這樣 這個是坐標 橫著擺 如果坐標是上下直的擺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你就看他的箭頭 箭頭這個方向代表正的方向 這個箭頭代表方向是正的方向 像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說 他的X0 也就是時間是0的時候 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位置在這邊 後來位置在這邊 記住 後來減前 前面 對不對 後減前 所以他寫在這邊 算出來是正的 對不對 因為2 是後來 原來是負4 2減負4 算出來是正6 表數算出來是正的 對不對 表示是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 對 就是剛好跟他箭頭 的方向是一樣的 往上 講完了 所以重點就是第一個 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動 位移怎麼算 就是後來減原來 後面減前面 後來 我寫大一點 減原來 這個東西叫原來 原先 或原來 這樣完 所以我也一樣就在這邊 這是他公式 就是我把這個公式寫成簡單的白話文 就是在這邊 所以你在讀書的時候 我希望你這樣看一下這個 看這個 花一分鐘 讀完這一部分 知道嗎 複習就是這樣 再來 重點再繼續來 位移 這個很重要 這是五顆星 這個一定考 一定考 位移只跟物體運動的起氣點有關 起氣點就是起 起就是末 起就是末 也就是跟你的起點跟終點有關 跟你運動過程沒有關係 跟你運動過程沒有關係 簡單的說 來我舉例 你從A點到B點 A點可能坐標是X1Y1 B點是X2Y2 我位移就是直接用後來的坐標 減掉原來坐標 就這樣而已 假設A點是你們家 是你們家 B點是學校 如果問你位移 我只關心你一開始的位置跟後來位置 我不管你怎麼繞 位移都不變 懂齁 比如說你去上學 你上學會不會偷偷溜去哪邊 不會上學 有些人會先去接同學 再來學校 有的人會去買一下早餐 再跑去書店還書 再去接同學 再過來 不管你走的路徑是怎麼樣 位移都一樣 所以跟他的起氣點無關 跟路徑無關 我現在寫的這個藍色東西 就叫做路徑 或叫路線 都是直線 所以我這一寫 路線 位移 我寫在旁邊 位移跟這個無關 打一個大叉 重結在這裡 知道囉 好 我們會求位移之後 我們就可以求速度 請問位移有沒有方向性 有 因為 剛才我們知道 可以往左 是負的 往上 是正的 有方向性 所以位移 是一種向量 寫很大喔 我寫很大 寫在這裡喔 位移是向量 速度 也是一個向量 向量就是有方向性 好我寫很大喔 所以你看平均速度怎麼算 就是用位移除以時間 就是平均速度 以前我們國小也學過 距離除以時間就是速度 有沒有 現在在高中把它更精確了一點了 所以這種速度也是有方向的喔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請看 速度 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程度 還有運動方向 所以這個運動的快慢程度 我們簡稱 重點在這裡喔 簡稱速率 速率 有聽過喔 所以速率有沒有方向 沒有 沒有方向的速率 它只有數字的大小 跟再加上方向才會等於速度 速度是有方向 速率沒方向 這個常常考 這樣目前懂喔 請問你會不會騎摩托車 摩托車上面是不是有一個速率表 對那就是速率 你看那個速率表 它會顯示方向嗎 不會 對不對 這是代表 那時候你走的快慢 它才不管你是往東往西往北往南 對不對 這樣了解囉 好 很快到這裡囉 再來 這裡再講軌跡 軌跡就是我剛才講的路線 所以我直接幫你拉到這邊來 就是路線 對 這樣OK 再來 藍色的字 我們抓重點 就是剛才我講的 速率 在這裡 也是在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程度 但無法 但無法說明運動方向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你自己上課有寫 它就是一個存量 是沒有方向的 所以速率是沒有方向的 就上 你騎摩托車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速率表 摩托車有速率表 我畫一個摩托車 大燈給你看 是不是有一個手把 你有沒有看過摩托車 是不是長這樣 這個東西就是速率 這個東西就是速率 沒有方向 了解了 那你會說老師 速率是怎麼算 速率 它 時間也是一樣 不過上面的距離 就要變成路徑長 路徑長 路徑跟位移有什麼不一樣 來重點在這裡 你看這裡 你從家裡去學校 如果走直線 這個東西叫做位移 位移是直線的 我寫上去 直線 但是如果你走歪歪區區的 是不是多走很多路 這個東西就叫路徑 或叫軌跡 或叫路徑長 講完了 所以 他這裡就開始定義了 如果當你時間趨近於0 也就是很小很小 這時候 我們得到的速率 就是順時速率 順時就是順時間 就是那一個時間點的 所以當不考慮方向的時候 任何時刻的順時速度 跟順時速 順時速率跟順時速度 值是一樣的 他說量值是一樣 量值只有數 只有大小 這是廢話 不管他 重點就是剛才我講的 這樣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要撐下去 我很快再把它濃縮起來了 你看這塊完了 我看能不能再十分鐘講完 再來 這裡又講下一個重點 叫平均加速度 有沒有看到度 你只要看到綠這個東西 就是沒有方向 就是純量 你簡單的說 我幫你消化完 只要有度這個字 就是有方向 它是一種向量 所以平均加速度 它是有向量 知道嗎 向量怎麼做 就會有方向性 所以他這裡說 平均加速度 就是你的速度變化量 除以時間 除以時間 這樣知道 就是末速度 解出速度 這個要記 這是定義 這個要記 這個也要記 這個也要記 我目前勾出來的都是定義 再重新複習一次 位移的定義你要知道 速度的定義 你要知道 平均速率的定義 你要知道 再來 平均加速度的定義 你要知道 什麼是一脈相傳呢 是這個東西 位移平均速度 平均加速度 這三個是一脈相傳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是平均速度 的雙胞胎 是衍生出來平行的重點 講完 這兩個雙胞胎 你要能夠分辨 不過 位移平均速度 平均加速度 是你必須要知道的定義 考試超愛考選擇題 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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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我講三次 因為這個牽扯到你們進大學 進研究所 做很多研究 知道 再來 平均加速度的SI單位 是 秒平方分之公尺 也就是公尺除以秒平方 這樣知道 重力加速度的值 你要會算 就是9.8公尺 除以秒平方 它會指向地心 這個你要知道 因為你知道了 這個 以後會換算成牛頓 也就是力 這是以後再說 以後再跟你講 這樣OK 好 接下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生活概念 你要知道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的時候 運動才會越來越快 比例來說 車子在啟動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一種貼背感 你有沒有感覺過 這叫做貼背感 也就是你在做學校公車的時候 車子在瞬間啟動 你人會往後倒 有沒有 這時候你會感覺它有一個加速度 就是這個時間 但是在車子 如果在煞車越來越慢的時候 也就是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速度雖然往前走 但是我加速度往後走 會讓你減速 這時候你會變慢 有點像做減速度運動 這種東西叫做煞車 反方向叫下煞車 這個人會往前倒 這樣懂嗎 這個會考很多生活應用的觀念 這樣知道 這個圖 要了解 他就在講一個生活應用的概念 那如果你都是等速度的時候 你坐在公車上 會不會往前倒 往後倒 不會 等速度的時候不會 但是在加速度的時候 或減速度的時候 等加速度或等減速度的時候 你會往前倒或往後倒 講完 再來 在這邊 他會有重要的公式 公式出現 請你把重要的公式記起來 這裡有三大公式 也就是所謂的三劍克 有沒有聽過三劍克 這三劍克你一定要背 我現在寫下來 V等於V0加AT V就是末速度 V0就是初速度 0就是時間 等於0 A叫做加速度 T就是時間 再乘上T的平方 第二個公式 第二個公式 是S等於V0 T加2分之1 AT平方 S就是走的位移 V0就是初速度 時間 時間 再加上2分之1 乘上加速度 再乘上T的平方 這是第二個 必備公式 打五顆星 第三個公式 是V平方 等於V0平方 V0加2 A S 這三個請你一定要背 這三個一定要背 講完 怎麼應用 到時候我再告訴你 到時候我再告訴你 好不好 接下來 我要告訴你 你要做VT圖 VT圖 就是速度跟時間的一個圖形 VT圖是最重要的一個圖 一般我們在做任何題目 都先求VT圖 因為VT圖 進可攻退可守 它可以變成XT圖 也可以變成AT圖 這個以後再說 VT圖下面的面積 就是速度變化量 你這裡有寫 這個以後再說 這個要先了解 沒了 三支二 運動的描述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所以再講一些重要的定義 還有三大公式 你把這些記起來 這是第一個重點 全部講完 這一點 就看有什麼 我們可以看有什麼 我看有什麼 都看有什麼 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有什麼 在這一點 有什麼 感谢观看